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华视晚间新闻我是朱佩兹 新闻一开始忙 带你来关心闪电台风 来势汹汹是今年第一个八路景的台风 南部东部首当其冲 花东沿海这里有八到十级的阵风 还有大浪不断的拍打上岸 尤其是在屏东墾丁这里 五号风雨是逐渐增强 东流线往返的船班都已经停止了 游客通通被打乱安排 这个时候竟然还有潜水游艇 被发现载客在墾丁南湾潜水 海巡人员是紧急出动快艇前往全里 台风闪电暴风圈出入后 午后恒生半岛风雨明显 出现间接性阵风和大雨 南湾海边掀起长浪 沙滩插上红旗禁止进入 不过却有民众发现一艘潜水游艇 上午出现在海上 海巡人员驱赶借户 这艘游艇船上共识二名人员 返底岸边业者当场喊冤 因为我们是潜水船 我们出港就是玩这个潜水的活动 是他说可以出港 如果后壁湖说不能出港 我们就不会出去 从后壁湖出港的游艇 上午出海 卫达七级阵风进出 没受管制 但潜水就是不行 海巡接获通报 依规定要求游艇返港 发布台风 海上台风警报 其实就禁止潜水活动 他们这一次 因为在我们国家公园范围内 有从事这样的行为 那所以我们会依照 我们国家公园法的禁止事项 去做开发三千 镜头转往东流线这边 游客提着大包小包 提早结束行程 搭船班回来 因为东流线船班 午后就停市 被台风打乱安排 难免有些扫兴 不过为了安全着想 游客都配合规定 提早结束行程 华视新闻 扫兴中共和陈信仁 SNG小组在屏东报道